記得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後壁湖的漁港 那可以看到現在強風是不斷的吹襲 雖然雨勢是一陣一陣的 那不過因為受到強風吹襲 漁船是不斷的在搖晃 那其實可以看到漁船 其實也被漁民綁上粗繩 來加緊固定 因為就怕強風的肆虐 導致自家的身材工具有所損壞 現在來聽稍早訪問 台風天風大 風大旅程子沒綁好船 會跑出去 放一些人子算沒了 風太天沒了 他家不知道要怎麼回事 因為不能出海捕魚 就有漁民也趁著來巡視的空檔 放網子來捕撈螃蟹 對於台風天真的是只能苦中作樂 而現在海回台風已經觸入 至於台風中心 中央氣象局預估 會在下午四點左右 很有可能會從東部來登陸 那時候可能就會是 台風風雨最強的時候 而要完全脫離 就要等到明天的下午 所以提醒民眾 還是要做好防台措施 避免造成災情